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現在有一個T型 ABCD 那AD跟BC平型 那麼他說我現在 要做一條直線 平分這個T型的面積 那以下的做法 到底對不對 他第一步是說 我在CD上面 找到CD的終點I 然後我過I 做一條跟AB的平行線 這一條平行線 跟BC交於S點 然後我做AS的終點O 然後再來 通過O點 然後做一條直線 跟線段 AD交於T點 那麼這一條直線 就可以平分 跟T型 ABCD的面積 那這個做法是對的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他的理由 就是說他通過CD的終點 做平行線的話 那這兩個三角形會全等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因為這是終點 然後這兩個角一樣 對平角 這兩個角一樣 因為這兩個平行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就全等 因為ASA 所以我這個三角形就可以補到這邊來 補到這邊來 就變成平行式邊形 我們曉得說 一個平行式邊形的話 你隨便一條直線 通過這個中心點的直線 它一定會平分什麼呢 平分這個平行式邊形 好 那這個我們也講一下理由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平行式邊形 平行式邊形 好 那我現在隨便 做一條直線 就可以平分這個平行式 為什麼 我現在的話 這個椅子 這個對角線 會平分這兩個三角形 事實上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這個的話 國中的那個基本的課程 就曉得了 這兩個三角形會全等 好 那我現在以這個中心點 就是說 這個對角線的終點 我以這個當什麼呢 當旋轉中心 然後我把這條直線 把它給旋轉 比如說旋轉到這邊來 那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就會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這理由跟剛剛一樣 就是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這兩個是一樣的 因為什麼 因為這是終點 所以這兩個面積一樣 所以 這個三角形的這個面積 跟這個梯形的面積 又一樣 因為我可以把這個三角面積 補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三角形面積跟這個梯形一樣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是本來的二分之一 所以這個梯形的面積 也就是平一四邊形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這條直線 它會平心 它會平分 平分這個平一四邊形 所以我們就曉得說 這條線的話 平分這個平一四邊形 那因為我可以把這個三角形補上去 所以的話 這條線也就平分了這個梯形 不過這兩個三角形 必須在這條直線的同一側 因為同一側的話 那麼這個梯形的面積 跟這個梯形的面積 跟這個梯形的面積會一樣 但是你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一點的話 跑出來的話 你補上去的三角形的話 有一部分的話 是在這一面 這一側 但是有一部分的話 是補到另外一側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就沒有辦法平分這個梯形 但是它這個題目講是說 這個T的話 是留在AD裡面 所以的話 這一條直線 它就一定會 平分這個梯形 所以這答案是可以的